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过去大约25年中,辉达一直在引领计算机绘图技术发展,并在此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备受游戏玩家喜爱的品牌。 然而前两年辉达却看到,当加密货币挖矿业起飞时,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激增,因为GPU成为在该市场有效竞争的核心。 该公司甚至专门为加密货币创造了一个简化的GPU,但随着加密货币的崩溃,辉达经历了供需的不平衡。 而且,这已经造成了问题,因为加密货币挖矿一直是一个繁荣或萧条的周期。 游戏显示卡缺货,价格被抬高,然后当加密货币挖矿热潮崩溃时,游戏方面就会出现大崩溃。 辉达去年因其新的RTX40系列GPU定价,远高于上一代产品,而在一些游戏玩家中,引起了重大的价格冲击。 而现在由于供应量太多,在最近一个季度,游戏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6%。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巨头开始设计自己的定制晶片,辉达面临的竞争也在加剧。 特斯拉和苹果都正在这样做,亚马逊和Google也是如此。 对此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这种竞争是好事。 在他看来,世界在数据中心所需的能源量将增长,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因此,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世界上的每一个数据中心,为了可持续运算,必须做到一切方面都进行加速。 辉达最新的盈利情况表明,GPU业务出现了新的现象。 该技术现在处于人工智慧蓬勃发展的中心。 辉达公司应用深度学习研究副总裁表示, 他在2008年加入辉达,是该公司少数从事人工智慧工作的员工之一。 现在,该公司有数千名员工在这个领域供职。 但十年来,华尔街的投资人一直在问回答你们为什么要做这项投资。 没有人在使用这项技术。 在他们的市值中,投资人对这项技术的估值为0美元。 直到2016年,也就是CUDA诞生10年之后, 人们再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计算机程式编写方式。 它具有的速度提升能力是具有革命性的, 然后它在人工智慧领域产生了突破性的成果。 作为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LLM背后的动力引擎, 辉达在人工智慧领域进行的早期投资终于为其带来了回报。 这有助于缓解因贸易紧张局势和全球晶片短缺而导致的半导体行业所受到的打击。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曾表示, 他们很早的,大约在十年前就发现, 这种制作软体的方式可以改变一切。 他们从底层一直到顶层,从各个角度改变了公司, 生产的每一个晶片都专注于人工智慧技术。 他们只是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新的东西发生, 其余的需要一些偶然性。 这不是先见之名。 先见之名是加速运算。 GPU是辉达的主要业务, 占其收入的80%以上。 其为AMD和英特尔等公司制造的中央处理器CPU增加运算能力。 如今,争相与ChatGPT竞争的科技企业正在公开吹嘘 他们拥有多少台价值大约1万美元的辉达A100。 微软表示,为OpenAI开发的超级计算机使用了1万台该设备。 然而,市场调查机构TrendForce急帮咨询公布的报告指出, 如果以挥达A100显示卡的处理能力计算, 运行ChatGPT将需要使用到3万块挥达GPU。 调查机构TrendForce在报告中指出, 预估ChatGPT需要2万块显示卡来处理训练数据。 随着OpenAI继续在商业上部署ChatGPT和该公司的生成式GPT模型, 可能需要超过3万块显示卡。 目前,挥达A100显示卡的售价在1万至1万5千美元之间, 该售价取决于OpenAI需要多少显示卡, 以及挥达是否会为AI公司提供订单折扣。 TrendForce预估挥达可以赚取超过3亿美元收入。 挥达还将A100作为DGXA100系统的一部分进行销售。 该系统具有8个加速器,售价高达19.9万美元。 鉴于OpenAI的运营规模, 该公司可能会单独购买A100并将它们堆叠成集群。 美国银行证券公司的一名半导体分析师表示, 使用它们的产品并增加更多的运算能力是非常容易的做法。 如今,运算能力就是矽谷的硬通货。 挥达公司名为H100的下一代系统, 该系统如今已经开始发货。 执行长黄仁勋亲手向ChatGPT的开放商OpenAI交付了新系统。 ChatGPT作为全球首个人工智慧超级计算机。 GPT中的T,即生成性预训练的变换器。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 旨在以巨大规模处理变换器的计算机。 因此,大型语言模型将快得多, 而且成本效益高得多。 从一开始, 黄仁勋就致力于使徽达成为一家无精元厂的晶片公司, 或者说是一家设计产品, 但将生产外包给拥有晶片制造厂的其他公司的企业。 徽达通过将制造晶片的特殊费用, 外包给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来降低资本支出。 这种依赖第三方制造商的做法, 却让投资者感到担忧。 Evercore的一名分析师表示, 如果他是徽达的股东, 这的确会是唯一令他夜不能寐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徽达需要面对的风险, 对AMD、高通、甚至是英特尔都是一种风险。 不过,台积电月前表示, 该公司已投资400亿美元, 在亚利桑那州建立两座新的晶片制造厂。 要知道台积电2020年初步规划该晶圆厂时, 设想的仅是一座120亿美元的工厂, 月产2万片5奈米晶圆。 在之前,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工厂的上量活动中, 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 AMD执行长苏兹峰, 以及徽达执行长黄仁勋等军出席捧场, 作为台积电最大几个客户, 这已经表明了三家科技巨头, 未来对美国工厂的鼎立支持的态度。 日前与美国商业财经媒体交流时, 黄仁勋明确表示, 会从亚利桑那州工厂职采GPU晶片。 按照台积电2月规划, 美国亚利桑那工厂两基总投资将多达435亿美元, 其中35亿美元是新追加的, 其中一期2024年生产4奈米晶片, 二期预计2026年生产3奈米晶片, 合计产能超60万片, 产品价值超400亿美元。 在交流中, 黄仁勋也不忘胜赞CheckGPT, 毕竟测试板的背后是多达1万块挥达的GPU提供训练算力支援。 根据黄仁勋的现场展示, 他们向CheckGPT新出货的主板每块有8颗GPU, 单价20万美元。 据之前估算, CheckGPT最新模型需要3万个挥达GPU, 也就是可谓挥达带来7.5亿美元的GPU销售额。 今天, 挥达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10家科技企业之一, 它拥有2.6万名员工, 同时, 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创办人30年来, 仍在掌舵的矽谷巨头之一。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